这是英格兰中部的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购物区 之前是非常非常的繁华 尤其周末的时候都是人群熙熙攘攘的 就是平常也会有很多人来这里购物 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现在这些餐厅已经是百业萧条了 非常的冷清 这是一家餐厅客源还算是可以有客人来 但是还有一些餐厅你看对面的咖啡店都没有客人来 所以很多店现在不是没有客人来 就是还有一些店到现在还没有营业 这家咖啡厅也是一样在外面设置了很多的餐桌 为了招引客人也是为了保证社交安全 但是却没有客人来这里面 对面这家也是一家咖啡厅也是客源非常的稀少 如今已经失去了那种熙熙攘攘热热闹闹闹的景象 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人也是趋之可数 现在对面这些餐厅到现在还没有营业 这也是一家连锁的意大利餐厅 人们非常喜欢上这家餐厅来吃东西 我们以前家人来吃的时候都得需要提前预约 或者在外边排队等候在里边 但是如今这家店如今已经关闭了 据说在英国关闭了很多这家连锁店 这些餐厅都是一样还是在关闭的状态 有一些餐厅可能以后也不会开了 因为这个经济的影响非常的大 这些餐厅现在都已经关闭了 以前这条街是非常火的 地面这家电影院也是很多家庭上这里来看电影 到周末的时候 但是如今这家电影院因为经济方面 还是没有开业 我想如果开业了 它可能也是不会挣到它的费用吧 所以说至今呢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 在这条街上之前呢 很多人都喜欢在这里啊 喝点咖啡吃点东西啊 然后啊在这里面活动活动 现在英国的美发店也开了 但是也需要提前的预约 然后才能理发 而且店里面呢是限制人的 只有一两个人 而且美发店呢 还有需要记住你的电话号码 如果呀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要联系你 在这个购物期里头的商店呢 服装商场啊 为了招引的客人呢 购买 纷纷商场啊 做出很多折扣的优惠 很多折扣都达到五折一半的价格 鞋店呢 服装店 都是一半的价格 就是这样大折呀 还是啊有 很少的人来这里滚顾 商店里啊 人也 人也非常的稀少 人们的购买力啊 不像以前那样的 因为受经济的影响 这是一家呀 非常热闹的一个直销的 价格的一个运动商店 之前呢 非常的人多 现在也没有多好的人 对面的鞋店也是 都是在打五折的优惠 这是一家呀 非常有名珠宝店 是1856年的 成立的 有很多的品牌的珠宝 还有名表 现在呀 现在呀 也都是推出了五折的优惠 在这个购物区里啊 有一个专门休闲的地方 有个小小湖面 湖面上啊有很多的鸭子 人们住在这里啊吃了东西喝着咖啡 但是如今你看一看 这里边没有太多的人 只有这些鸭子啊 还在无忧无力的 没有烦恼的 在这里吸水 之前呢 这些鸭子啊 都会向人们要一些吃的 但是 现在没有太多的人啊 来这里来光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